感染新冠后,饮食上要注意什么? 因为这个它主要的,面食里边它主要的成分是碳水化合物 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呢,不会就是再产热 所以呢,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一个体威呢,有一定的这个下降 那么在这个时候发热的这一些患者呢 那么高蛋白的食物呢,要尽量少吃 它也是有一个就是不利于降体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简单的一句话,就是饮食要清淡 然后呢,骨类为主 新冠康复阶段,饮食上要注意什么? 经过了前一段的这个症状,我们的抗原可能也阴了 然后呢,也转阴了 那么我们的体威呢,也下来了 但是有很多呢,它可能会出现肌肉的酸痛 或者呢,觉得呢,可能还是就是乏力 肌肉酸痛呢,就是有可能在高烧期间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肌肉呢,它有可能分解会增加 然后导致呢,比如说我们鸡酸鸡酶的,它的这个增高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,在保证足量的摄入能量的同时 那我们优质蛋白的食物呢,就要多摄入 来促进我们的损伤的,受损的这个肌肉呢 来尽快的来恢复 喝酒可以降低感染新冠的几率,是真的吗? 有些人他会说,你看看我们用酒精可以消毒 那么我喝酒是不是也有这个作用呢? 这是不对的,因为我们说消毒皮肤的这个酒精的浓度 是达到了75% 那么如果你要喝的这个酒的酒精达到75% 其实对我们的黏膜是一种伤害 而且呢,长期饮酒,或者说是你大量的饮酒 那么它也可以对我们的肝脏的功能造成负担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肝脏也是我们一个 不仅是一个解毒的器官 那么更重要的,它也是我们体内的方方面面 功能性蛋白,那么制造的一个工厂 所以你想想,因为饮酒来伤害我们的肝脏 确实是不可取的 感谢观看